包括上海市政府新冠疫情顾问张文宏在内的上海专家团队 5月6日在知名医学杂志整业刀上发表报告 报告认为 中国严格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对于战胜疫情 争取时间提高疫苗接种率及开发新疗法仍然至关重要 中国医疗专家在报告中指出 上海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使得风控无法避免 报告说 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一座开放的城市 上海与国内其他城市和地区之间存在大量交流 因此一旦病毒蔓延到其他地方 可能会产生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 上海和其他城市坚持动态清零政策 将有助于度过目前全国人口免疫屏障上薄弱的短暂阶段 报告还指出 中国仍有约4900万60岁及以上的老人会接种疫苗